院長好 我也把口罩摘下來 我們距離夠遠 謝謝 院長我覺得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 歷史當中很特殊的一個點 因為也許多年之後 我們現在今天的質詢 也許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為什麼 因為新冠肺炎 在多年之後 它也許會變成我們整個台灣 產業也許很多事情的轉捩點 因為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子 包括說 比方說從中世紀的黑死病 那麼它改變了 帶來了文藝復興 醫學進步 掙脫了神學的一個限制 那麼到了1929年 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 後來帶領出了整個 失業救濟 退休金的制度 社會安全立法 還有很多公共建設給投入 那在羅斯福時代的一個新政 就是這麼去做的 那麼最近年的時候 包括SARS的疫情 SARS的疫情其實它也帶來了 整個大陸 整個網路電商的一個崛起 那就是一個美國的一個學者 他就提到說 非典證實了數字的移動技術 和網際網路的有效性 那麼因此 成為使網際網路在中國 崛起真正的大眾平台的轉折點 那所以今天 就是本行想跟院長這邊 談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這次的新冠肺炎當中的時候 那會對台灣的未來 產生怎麼樣子的影響 那我們希望 怎麼樣讓這一次的這個危機 變成一個台灣很大的一個轉機 那我在想說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時候 有很多學者專家都提到說 它在經濟上的影響 搞不好比SARS跟金融風暴加起來還要大 因為它是人類力上面很少出現 需求跟供給同時下降 而且急速下降的一個時段 那麼 今天新聞也提到了 美國總統川普他提到說 這一次的新冠肺炎搞不好死掉的人 會比20世界大戰的死掉的人還要多 那這樣的說法也許比較浮誇一點 可是他至少表示了 這一次的肺炎確實讓我們不容忽視 不容小覷 所以我在想說 現在我們碰到新冠肺炎這樣子的一個危機的時候 我覺得它現在不只是一個防疫上的問題 也包括了一個經濟上面的問題 民生上面的問題 我們整個國安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尤其您是我們 我國的行政首長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在這時間點 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能夠對我們國家外來的發展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首先想要問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在這一次清明在當中的時候 我們行政院也沒有閒下來 那麼提出了一個一兆 零五百億的一個紓困的方案 那在紓困方案當中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其實也提到了 就說有沒有可能 用發放現金的方式 來取代什麼庫碰券 或什麼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有沒有可能 謝謝委員 關心 確實這次疫情對人類的衝擊 對全世界的衝擊 非常的大 那現在還在演變中 所以我們真的是戒慎恐懼 我們很希望這個疫情 衝擊之後 歷史定位台灣的這個階段 我們真的做得最好 我們也度過了這個危機 甚至於讓台灣化危機為轉機 所以我們很努力 也謝謝委員指教 跟我們希望合作 大家一起來 讓台灣度過這個難關 至於委員所指教說 有沒有要發放現金 有很多人以為 說上次有發放現金 這次有沒有要發放現金 其實在一兆零五百億裡面 我們就規劃 我們很多是發放現金的 比如我們發放現金 不是像上次一樣 不分貧富 通通有講 我們是給中低收入戶 給弱勢團體 我們現金 補助給 花不出薪水的企業 政府補助四成 給自營 營業主 所以我們花旺的現金 將超過一千億 都有 超過一千億 我們這一次 我們被花旺的現金 已經超過一千億 比上次還多 用排富之後的時候 就是能夠像有些國家 他們 包括他們給民眾 直接發放現金 或者是 呃 限期的現金使用券 有沒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的現金 是要給中低收入戶 弱勢 還有 發不出薪水的企業主 政府補貼四成 或者自營 自營 的這個 企業主 我們直接給他 準備用這樣 讓這些人 能度過難關 這些總的加起來 將超過一千億 市長 我在想說 我們提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 用現金發放給 一般民眾 排富之後發放民眾的部分 你剛剛提的那部分 我大概理解 那如果說您之後 可以給我一個完整的書面資料 我們這一兆零五百億要怎麼用 你給我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書面資料 那我接下來想問的一個狀態 其實是說 因為 呃 升高中的會考 我原本在五月十六號到十七號 好要舉辦 那疫情指揮中心已經說 維持不變嘛 就是維持不變 那我在想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 會考的一個狀態 我們要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防疫的一個因應的做法 有沒有在室內有可能 可以維持1.5公尺的一個社交距離嗎 這個我請部長給您報告 請部長回答 謝謝委員關切 因為疫情確實每天都在不斷的發展 所以教育部為什麼持續 除了把大的這種規劃方向 保障考生的權益等等 這些都做好規劃了 現在就是針對疫情防疫 那也跟指揮中心專家會議 一直在保持聯繫 那目前當然從 呃 包含這個社交距離的公佈之後 我們對這個防疫上 也會再進一步的做規劃 那這個當然也包含了 幾個相關要的配套 對於 因為來參加的考生等等的這一些 以指揮中心來講 這個是作為一個叫特定人的聚集 因為所有的考生 坐在哪裡 其實都是有標準的名稱 所以就不需要維持1.5公尺的距離嗎 怎麼樣去達到高的這種規格的防疫啊 目前我們也跟專家在做這方面的演繹 其實喔 您剛剛講到特定人的距離這部分的時候 我其實就覺得說 因為 大家都同學出來考的時候 我覺得您要怎麼樣子 真的是很確定 他們的一個活動的範圍 其實是沒有風險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在想這個部分的時候 您之後給我一個很書面的一個具體的一個回答 給我一個書面的一個回答 那我想要問的其實接下來是 直考的時間會不會調整 直考 跟委員報告 因為要讓考生放心 做好最好的準備 我想在整個政策面 我們一定會讓他們先了解到 這一次整個在學習 在自己維持正常的前提之下 相關升學的考試啊 對他們來講都是三年的辛苦準備 所以當時定下了幾個 讓他們可以知道 會以這樣的規劃 除非疫情產生非常重大的變化 否則 我們這些啊 還會讓考生 還是持續照原本的計畫走嘛 對不對 因為目前的疫情啊 還是可以讓相關的學習活動 上課等等維持正常 考試就會維持 以目前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教育部的評估其實是 指考的部分 還是要維持原本的時間 那我知道之前的時候 有說把時間慢兩天 到三月 7月3號到5號 對對對 這個讓他所有的作息更方便 考場適合 那接下來齁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次申請 那個入學齁 第一次第一階段的時候 有7.1萬的高中生齁 參加了升大學這部分 那麼接下來 換到第二階段的面試的問題 我們對於陪考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辦法 或者一些具體的規定的限制 委員針對大學二階段的推徵 那因為 教育部跟指揮中心專家會做延商了之後 那在今天就是把整個印試的這些相關的原則 也頒行給各個學校 這當中包含我們說對於口罩的座 然後這個安排座位的這個位置 以及陪考的人員跟進出的動線 其實是有一個這樣的規範 有相關的規範對不對 對對對 我想這個詳細可以給委員來做 因為每個學校 我先問一個陪考人數 這邊有沒有具體的一個限制 因為很多學校說 因為 考生 尤其是大學二階段 確實 往返 可能有人 可能住在北部要到南部 到東部去應考的這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把相關的彈性 還是做一定的保留 因為有些孩子確實要有家長 但是 一個大原則 陪考一定是盡量的減少 然後 如果有陪考的家長進到 校一定要跟考生是分流的 了解齁 那我接下來我想問 因為從四月份開始 以往年 四月份開始就是很多畢業季節 畢業旅行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就會碰到了畢業典禮 那麼今年的狀態的時候 對於畢業旅行跟畢業典禮的部分 因為很多家長非常的關心 那麼 我們教育部現在對於畢業旅行跟畢業典禮 有沒有一些指導的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想法 跟委員報告齁 因為隨著指揮中心對於集會 其實從第一次到現在又更加的嚴謹 那我想這些 教育部在過去也都是不斷的 滾動修正 來給各個學校做參考 那以現在校外教學 多數的學校畢業旅行 大概都會延後 因為畢業旅行對畢業生比較不公平一點 那畢業就畢業了 但是呢 現在因為移動是一個非常要注意安全的 畢業旅行現在基本上都延後 或者說延後過這時間也許就不舉辦了嘛 對不對 目前 那教育部目前也是採用這樣子的一個 當然這個大概不是用一聲音下 來說他們一定 但是 我想對於指揮中心所傳達的 包含集會 這個交通 這個部分 其實都讓學校要提高最高的警覺 因為我想 外出的這件事情移動一定是最大的風險 是 就移動的部分嘛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因為這一次的清明假期的時候 確實也產生了很多的 民眾聚集的一個可能的風險 那藉在日本的經驗當中 他們櫻花季之後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就是確診人數大幅的提高 那我們現在也非常的緊張在想說 清明節這一次的假期是不是也會產生這樣的影響 所以接下來兩個禮拜非常的關鍵 那本席想要請教院長的是 對於接下來的五一假期 三天的假期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行政院這邊 有沒有什麼樣的因應的方法 或者說有可能 會把這假期拆開來放 或者是不放 院長這邊有沒有一些想法 針對五一假期的部分 謝謝委員關心 我們台灣 比起世界各國 180多個國家 很多都已經是 鎖國封城 甚至於禁止人民走出家門 台灣是極少數 現在還能夠正常生活 自由活動的國家 我們很珍惜 所以在清明掃墓 我們都鼓勵盡量不要群聚 那這一次看到連假中 有一些觀光景點或夜市 有一些同胞 大概悶久了 出來忘了戴口罩 沒有保持適當距離 所以我們才會花 國家級的警戒 建立這個經驗 我們對五一連假 已經訂出很多的相關的限制作為 要求民眾遵守 但到目前並沒有說要拆開 或者不放連假的規劃 現在沒有這樣 不過我們在緊盯的疫情發展 如果真的有疫情發生重大變化 那會隨時做滾動的思考跟考慮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時候 五一的假期 原則上行政院還是採取 沒有變的方式嗎 但疫情發展 我們都隨時因應 好 謝謝院長 那接下來想提的狀態就是說 因為台灣整個在防疫 第一波的時候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這對大陸回台灣的這些民眾 其實都做了一個很好的集中隔離的狀態 那第二波的時候 其實後來就沒有這樣做 那就是以現在 因為這一段時間以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灣的確診案例 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 那我們現在台灣 因為兵源也非常的少 然後整個義務役的時間也縮短成四個月 那很多營區是空下來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針對這邊閒置的營區 然後來針對接下來 入境到我國的境外人士 能夠先做一個集中管理這樣的一個做法 喔 我們現在不是用軍營 我們有鼓勵各地方 黃毅的旅館 黃毅旅館 是 黃毅旅館 各地都有提供 然後就是直接就變成居家檢疫 那這個狀態其實造成地方上很多理幹事 很多警察他們工作量爆增 那所以我們在想說 因為尤其在你居家檢疫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管控 其實坦白說有一個難度 所以產生很多的後續的一些 擔心疫情會擴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如果說有足夠的防疫旅館 全部都能夠做到防疫旅館 當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防疫旅館它不是強制的 大部分的人回到家是到自己家裡面去 那都產生很多的一個問題 包括你要倒垃圾 誰來跟他倒 他要自己怎麼樣準備自己的食物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本席希望院長這邊能夠慎重的考慮 是不是能夠用集中管理的一個方式 然後讓台灣的疫情 不會用境外移路的確診案例 持續的升高 好不好 好 好